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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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冷言 医学博士 主任医师 教授 硕士生导师 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肝脾胃病科主任 真的 我每次看到冷主任我都特别的开心 我们在上期节目当中聊了很多关于便秘的一些话题 然后就比如说便秘严重了会导致什么样的病变 以及生活当中一些小习惯可以有效地改善便秘 其实我觉得对于便秘呢很多人都有自己的一些小方法来解决 那我今天呢也是带来了两个药 然后我觉得生活当中可能很多人都会用到 然后今天呢也让我们的冷主任给大家来说一说 这个如果您出现便秘的话这两个药好不好用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黄莲上芯片 我觉得它就是去火的 对啊 然后它可以促进你的这个排便的这个顺畅度 是这样的吗 对啊 那你说是吗 我上一次讲了 你说它是治疗哪一种便秘的呢 这个 这个你看它 它的功能主治 散风清热 泄火止痛 这个它是治疗哪种哪种便秘的呢 我就忘了 热蜜嘛 热蜜 上火来的 对啊 上火来的 什么牙疼了 便秘了 口臭了 吃它都行 都行 还有啥蜜来着 上节我们还说的 上节我们说好几个蜜的 这个气蜜 热蜜 还有这个食肌导致的 这些都可以 那就比如说 大家出现的是气蜜的症状 吃这个药 就是不管用的了呗 不对症 但不一定是不管用 不一定不管用 因为有的时候 这个药它就是都有拉肚子的成分 不到这里头有什么成分 你看它呢 可以治疗爆发的火眼 牙齿疼痛 口舌 生疮 大便秘结 小便短吃 都可以 犯上火的症状都可以 它这里头呢 你看就有大黄 大黄 有大黄 大黄呢 属于恩坤类的歇药 你吃完大黄就拉肚子 但是大家你要记住一点 这个大黄这个药呢 它是特别好的一个药 还可以减肥呢 大黄 因为我肯定它会排嘛 它是不是就会减肥呢 大黄还可以减肥 可以降血脂 可以降脂减肥 而且大黄呢 它是这样 它你如果煮的时间长了 它主要是起到一个花瘀的作用 你要想让你拉肚子 大黄不要 就泡泡就行 不要煮时间太长 包括番心液 那些拉肚子的药 都是就泡泡就行 不要煮时间太长 大黄别名将军 具有攻击质 清温热 泄火 凉血 去淤 解毒等功效 秋末静夜枯萎 或刺春发芽前采蛙 除去细根 刮去外皮 切瓣或断 绳穿成串 干燥 或者直接干燥 酒煮有去淤的作用 泡水饮用 则有止泻的作用 主任提示 因大黄属于恩昆类泻药 常年服用 严重会导致结肠黑病变 因此想借此减肥的您 快打消这个念头吧 那在这主任 我特别想插句话 那比如说 我生活当中 想要减肥的情况下 我要选择一味中药的话 我可不可以选择 这个大黄来喝呢 千万千万不可以 不可以 先后我问了一下 为什么呢 您不说它对身体 是还可以的吗 它会起到减肥的作用吗 大黄和这个番茄液 包括芦荟这些东西 它属于刺激性的血药 刺激性的血药 什么意思呢 就是让你刺激 你肠道蠕动 完了往下排 往下排 你总刺激 开始时间好使 越刺激越不好使 就不好用了 最后呢 而且这个恩昆类的血药呢 会导致这个肠道的这种 就是代谢失常 导致呢 结肠的黑便病 肠子变黑了 而且呢 这也叫药物以来显得便秘 越吃越不好使 抗疗性越吃越不好使 越吃越不好使 但是你说 这我就不能吃了 也不是 你当你有点上火的时候 当你有偶尔吃点的时候 那没有事 是个好药 那我理解了 就比如说 我近期会出现上火的症状 这样的时候 我可以偶尔吃那么一两次 是可以对身体 你吃三四次 一周两周都没问题 但是不能常年来 服用这样的药 对 您这么说就行了 幸好我问一下 要不就今天下节目之后 回家就去买这位药去了 就没事就喝 但是这个挺好的药 这个挺好的药 就是不能长期的去吃 很多都是这样 其实药呢 就像它没有好坏之分 你说毒药也是好药 毒药不是好药吗 你比如说就皮霜 三氧化二身 治疗白血病 因为这个事 还出了好几个院士在中国 你说毒药 那你说它 毒药它也能治疗这些质病 就是凡事都有两面性 凡事都有两面性 看你如何去做 你如何去用 有的时候 你要是处理得好了 坏事 就能变成好事 处理不少好事 也能变成坏事 是这样 而且我刚才 您刚才提到 那个翻蟹液 我在家的时候 就偶尔会煮一些 陈皮翻蟹液 我觉得就可以当茶饮来喝 我因为是听有人说 这样是可以减肥的 所以我就这么饮用 这可以吗 就常年 常年服用是千万不可以 也是不可以 常年服用 它的道理和大黄是一样的 芦荟 翻蟹液 都不行 都不行 翻蟹液来源为 豆科植物 霞液翻蟹或 尖液翻蟹的小液 为刺激性蟹药 通过肠黏膜和神经虫 刺激肠蠕洞 属于猛药 主人建议 尽量少用 爷爷奶奶身体弱 想要排好遍 您可得认真学习 主任的这几招 不信您就试一试 对 不信您就试一试 是不是 对 吃肥肉也能治疗便秘 面对欣慰 一脸嫌弃 教授给出了这样的回答 对 肥肉 这个在我身上 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我觉得肥肉 真的是不太能吃 更多精彩内容 幸福学堂正在播出 那我知道了 就是比如说 电视机前的您 就在这一个时期里 就偶尔会出现 比如说 像您说那种热蜜的情况 就可以服用 刚刚我们说的这两种药物 来进行缓解一下 但是切记 千万不要长期来服用 对 千万不要长期 一定要根据你自己的身体的状况 去针对的用药 我刚才又上一次 跟我们讲了 有很多种便秘 很多种便秘 一定要根据你身体的状况 你是食症 你是热症 你是热了 你是热症 还是由于情是不好来的 是不是 包括虚密呢 你是由于气虚 血虚 还是阴虚 来你去用这个选择性的用药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另外呢 除了药物这个方面 我还说一下 推肚子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推肚子 推肚子 怎么推 就这样 对 就这样推吗 一般来说 我们推肚子 从上往下 带在上面 从上往下 多少下呢 一般我就要求300下 多少下 300下 300下 这得多好时间啊 300下 很快 你就真推进来刮花 很快就完事了 那快慢有没有什么讲究 没有啥讲究 快快快活 没有啥讲究 没有 自己稍微用点力量 完了之后呢 再顺时针地揉 顺时针 顺时针 顺时针呢 是一个解肠蠕动的方向 别再揉反了 有些人很多啊 经常有些人 再反过来再揉 对 我就不理解 那顺时针 是个解肠蠕动方向 肠的就是从这儿 这是生解肠 完了横解肠 完了降解肠 乙状解肠 完了是直肠 就是这么个蠕动方向 你反了 你这玩意起不到作用 你这分辨 正常你本来人 就挺好 就给推过来的 所以就是一定要 这个顺时针地来揉 然后或者是从上往下 这样的揉 不是或者 就是同时 同时也没法做 你就先做这个三半下 完了再说是这样 我的意思就是 就是这两个动作 它是不发生冲突的 就是可以 就是说 那有没有 比如说我是一定要站着 坐着 或者躺着 那倒没有 那倒没有 不可以 那倒没有 就是说 我们说人要运动 有的时候 这一些老内人 他就活动不方便 你说在这个腿 有点毛病 要么就是啥 就活动不方便 这样的话 我说你就在家做 不用出去活动 在家做怎么办 早上起来 我就说先干梳头 用那个手这样 干梳头 干梳头 300下 300下 推肚子 300下 好了在睡睡睡 300下 这一早上就 窗门框 300下 怎么的 窗门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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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懂了 我懂了 这样的话 把你这上面 是经络打开了 完了晚上 旅选交钱 再推肚子 推肚子 300下 顺身针300下 窗门框300下 再泡脚 真的 我好像听说过 就是泡脚可以 就是它不是可以 那个就是什么 促进血液循环 对呀 然后他们有的人说 就是比如说你失眠 便秘 你也可以通过泡脚来环境 对呀 是可以这样的 引火归源嘛 我们叫引火归源 这样的话呢 你就行了 得坚持 就是我 比如说我今天不得劲了 我泡一下 明天就不会得到什么改善 我不光是说泡脚 你把这个 就所有的一系列的动作 你要做一个月 你要是不痛快 我的咋地的 是吗 你试试 天啊 而且还能减肥呢 那我我细想一下以后 我就是每天 每天早上起来 就得是 1200下 对不对 四项吗 一下300下 晚上呢 就得是900下 加个泡脚 对 我觉得 完了你再按点 再把我前面那两点再加上 把这个良好的排便习惯 完了之后 按点良好的饮食习惯 你再加上这一条 你要是肯定能治好那便秘 应对便秘有高招 一 早起用手撸梳头发300次 二 早起上下 顺时针 推肚子各300次 三 早起后 背撞门框300次 四 晚睡前重复以上三个动作 再舒舒服服泡个脚 这些运动方法 加上良好的排便习惯 饮食习惯 坚持一个月以上 便秘烦恼 自然通通跑光了 所以就是 我感觉其实可能 就像老师在之前说的 其实可能出现便秘的时候 不一定非要第一时间先去用药 对啊 就是良好的习惯 其实也是可以缓解这个便秘的 对对对 但是我今天还带了一种药 还带了一种啥药呢 我们看看 这个 开算路 这个应该是很 很常见的一种 很常见 但是并不是很多人都会去用的一种药 这个呢 它主要是一个刺激 刺激 刺激你直肠反射 它不是说打这个量呢 是很少的 不是说这一点呢 就会那个啥 这个量很少 你打到肛门里头 它刺激你直肠反射 让你刺激产生蠕动 完了你就往下变 完了之后呢 它多少还有点润滑作用 但是一般来说呢 我告诉患者 一次呢 这一支肯定不够 一支都不够啊 这些要全弄进去吧 因为到我那看病的患者都比较重 你讲了它是不重 随便我那是看病的 就是 所以我一次 我至少我得让他想两支 是的 还有一种那个 就是比这个还要大 还要粗挺大的那种 也有那样的 就是我要让他多一点 但是这种东西也是不能长时间去 就多次去用的也是不可以的 这个它好像一般做不到多次用 因为它用起来不方便 很少有时这个开塞路用的时间 特别特别长 天天用开塞路去变的 这样的人少 一般它还是做个应急的东西 实在变不出来了 把它打打开塞路 很少有人把它用作一个长期的东西 但它长期比如说 真的是有那种人 他不怕麻烦 然后他长期用 会对他身体造成什么影响呢 那种情况一般就都长期灌肠了 就像苏美玲 她就长期灌肠了 一周灌一次 她到一百多岁的时候 就一周灌一次 很少有用她去 她一般是解决 就是转时内解决问题的 用起来不是很方便 得需要人帮助 一个人很不太容易 治疗便秘的药物五花八门 哪种是最适合自己的 还得听主任为您细细讲解 常识会影响心脏的有问题 关于用药 您能否分清哪个是药 哪个是毒吗 更多精彩内容 幸福学堂正在播出 大家一个我发现 因为你总提到这种 叫吃药 吃药 我发现你对吃药 这个便秘的药 还是挺关心的 对 因为我感觉 就是这种问题 我觉得不光是我存在 就电视机前的很多朋友 都会有 因为现在工作压力很大 你保不齐 再加上减肥什么的 你保不齐哪天 你就会出现便秘的症状 所以就会准备一些药 包括一些促进排便的 一些营养品 这种 这个要是谈到药 我还是有点老学 我讲学术的问题 比较那啥 就是药的治疗便秘的 它有很多种药物 很多种药物 你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 就是一种叫做 叫做润滑性血药 润滑性血药 老百姓都知道 喝点香油 对啊 喝点香油 喝点香油它就好了 大便就痛快了 这是一种 最常见的喝点香油 一般医学上 我们愿意用点喝点石辣油 石辣油属矿物油 在肠内不被香化 吸收极少 对肠臂和粪便 起润滑作用 且能阻止肠内水分吸收 软化大便 使之抑郁排出 或者呢 多吃点肥肉 多吃点肥肉 这个在我身上 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我觉得肥肉 真的是不太能吃 肥肉也没事 肥肉没事 它多腻啊 我总觉得 它肥肉这么腻 它到肠子里 它会凝固住的 它怎么还会 有助于便秘 就排便的这个作用呢 你是这样 人体内肠 就是在肠 体内的温度 肠道的温度 是37.5度 37.5度 它绝对不会宁入的 绝对不会宁入的 而且它也根本 不可能宁入 看来我的这个 画面感太强了 想多了 对 这是第一个 就是说我们叫做 这个润滑性性 再一种呢 就是这种刺激性性 刺激性性 就是说吃完了 你就是刺激你肠头蠕动 像这种是什么呢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像这种什么 含有大黄的成分 蜡蜡的成分 就是这些药物 就是牛花 这些药物都可以 就刺激你肠头蠕动 这是一种刺激性的蟹药 另外呢 还有一个叫什么呢 叫做溶极性蟹药 溶极性蟹药 这是什么呀 溶极性蟹药 溶极性蟹药呢 就是这种 就是我刚才我讲过 叫做让你多吃蔬菜 多喝水 什么意思呢 补充卫生素嘛 多吃蔬菜 不是卫生素 它补充的不是卫生素 而是纤维素 多吃蔬菜 补充的是纤维素 这种知识吧 是纤维素 纤维素呢 它吃完了之后 你再喝水 它就胀起来 胀起来呢 有团块了 它要刺激你肠头蠕动 所以我告诉你 我说要你成对吃饭 成对吃饭 完了可以多吃蔬菜 多喝水 产生集团乳动刺激 就是叫溶剂性蟀 比较常见的药呢 像什么菲比夫啦 还有这个什么 就显微素啦 可能有的时候 你吃的什么酵素 就是在这东西 应该就是这种 就是可以有 溶剂性蟀的成分 再加上有一点点的 泄剂的成分 就让你这个减肥了 有很多糖尿病的治疗 就糖尿病的饮食 也是这种成分 它就是显微素 吃完了 你这样的 完了你也不胖 完了之后 你还能在那通胀点 完了还能少吃点 因为它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营养 就是让你能主动 这是一个叫做 溶剂性的蟹药 还有一种呢 我们叫做渗透性的蟹药 渗透性的蟹药 你比如说盲削 盲削是硫酸盐类矿物 盲削菌加工制作而成的结晶体 有温中 消食 煮水 缓泄的功效 用于胃碗皮 食皮 消化不良 浮肿 水肿 乳肿 碧精 便秘等 往下吃完了之后 你要像你这样的 有点火 有点啥 完了你拉 愣舒服了 还不怎么让你特别 太便秘 还让你变得舒服了 你觉得浑身都轻了 那就这种神药 也可以长期吃吗 这都不好 都是不好的 这个是一般 现在的指南里头 推荐的那个 渗透性蟹药叫啥呢 巨鱼尘电解质散 它呢一般来说 不伤这个 不伤这个人体的 这个电解质的成分 它呢可以吃一段时间 可以长期吃 可以长期吃 叫什么老师 巨鱼尘电解质散 它可以 巨鱼尘电解质剂 可治疗功能性便秘 因为不会损伤 人体电解质成分 所以可以适当长期服用 用药还需遵医嘱 总体来说呢 还是要通过饮食 运动这些习惯 还有一类药物呢 是什么呢 就像 就是处胃肠的动力药 像马丁磷 马丁磷那它是一个 叫胃动力 胃动力药 它就促进胃动力 像再一个叫 全胃肠动力药 叫什么 墨沙比利 西沙比利这样的药 它可以促进 全胃肠动力药 但是这些药物 都是短期吃型 你比如说 这个叫 我们叫马丁磷 肠食会影响心脏的功能 有问题 它有一定的副作用 副作用 药者毒也 饭是药 那就是都有副作用 对 我们经常说什么 是药三分毒嘛 对 对不对 对对对 就是这样的情况 确实是 所以还是总结起来 良好的生活习惯 良好的饮食习惯 良好的排便习惯 是吧 这个良好的运动习惯 是治疗便秘的根本问题 我觉得好像通过两期的这个节目 我们聊了聊这个便秘 好像一下我就豁然开朗了 因为可能确实很多人 跟我有一样的困扰 就是真的出现便秘情况之后 就第一时间用药物先去解决 没有考虑到我自身的一些 细小的改变 比如说动作 或者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 一些这个习惯 就能够改变这个便秘的症状 很多人都想不到 就会去吃药 但是呢 这两期通过我们这个棱主任 跟大家介绍一下 便秘的这个基本的情况 以及我们深入了解 什么样的习惯 会缓解便秘之后 我觉得如果电视机前的你 再出现便秘了 无论你是男女老少 都可以通过我们刚才 这个棱主任说的 就是这个几个小的动作 先是这个揉肚子300下 然后顺时针300下 然后还有什么来着 主要就是推肚子 那些呢 主要是对于年轻人 保健的那些是 但是对老年人来说 运动不方便的 年轻人就主要是运动 运动 然后呢 就是来通过运动 来促进我们的这个 胃肠蠕动 这样的话呢 便秘症状都会有 很好的缓解 对 不信您就试一试 对 不信您就试一试 是不是 对 我真的是觉得 自从做了幸福学堂 这个节目之后 跟这个棱主任 沟通了这么久 我真的是觉得 幸福了起来 因为我觉得我的生活 越来越健康了 对于一些很多的 关于健康的一些误区 现在是越来越明了了 最后呢 还是那两件话 该干啥干啥 该吃啥吃啥 对 该干啥干啥 该吃啥吃啥 同时保证一个好的心态 我觉得所有的病 都不会找上你的 那今天我们也非常开心 请到了这个棱主任 来到演播室 和我们进行沟通 谢谢 那今天呢 我们还是要与大家 一起来聊一聊 关于隔代教育的相关话题 首先还是让我们来欢迎 庆园心理咨询的 欣然老师 欣然老师您好 您好 大家好 今天呢 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又有观众给我们留言 我们筛选出了一条 我觉得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就是说这个妈妈说了 我呀 每个月给孩子的零花钱 是有数的 可是呢 孩子这一去姥姥姥爷家 这姥姥姥爷就偷偷地 给塞零花钱 比如说一个月 我的给他零花钱 可能是200块钱 但是这一周 姥姥姥爷就给塞了200块钱 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那作为家长来讲 应该从小培养孩子 合理的金钱观 也就是说的财商 对对对 比较时髦的说法 就是财商 那我个人认为呢 这方面也确实是很重要的 因为身边有很多例子 老人呢辛辛苦苦 赚了一辈子钱 由于孩子在财商方面 没有教育好 真的是很快 那么经济就陷入了窘境 确实身边这样的例子 是不少的 财商呢 它的教育 不仅仅是让我们攒钱 咱们老年人觉得是攒钱 其实不是 它是合理 驾驭金钱的能力 就像无论咱俩开什么车 咱得先考票 才能上路去开 那么财商呢 我觉得就是这个孩子 进入社会的一张驾驶证 无论家庭经济好与坏 那么它应该有一个 合理规划金钱的能力 才能够在社会上立足 那我们怎么样去培养 这个孩子的财商呢 就以你刚才举的例子 老了老爷给孩子虽钱呢 那么作为家长来讲 那么一定要 从心理学角度来 延迟满足 就比如说这个小孩 想要一个iPad吧 我们家长可以说 那就可以把老了老爷 这个钱积攒下来 去买iPad 而不是用比较常见的方法 只要你学习好 我就给你买iPad 让他把它拥有这个iPad 作为一个梦想 我们又为了这个梦想而去努力 我们去积攒了多长时间 然后去买这个iPad 这样的话 这个孩子会更珍惜 他的得到的这个东西 然后也把他这个金钱关 给合理的规划 就例如说我们想买房 那么一定也要赚钱呢 他将来在他成年之后 遇到经济上的问题 多很多的这个额外的零用钱 其实对孩子的财生养成是不好的 看怎么用 这个东西就像双面一样 那么如果我们规划好了 那么可以给孩子开了一个账户啊 那么从现在开始 你就积攒下来费 积攒下来钱 作为一个账户 比如说是旅游基金呢 或者是什么样的基金 那么孩子可能会 从小就养成一个储蓄的一个习惯 那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家长就可以给他讲一些 比较常见的经济常识 例如汇率啊 利率啊 包括利息怎么算呢 怎么样比较合理啊 像现在比较热门的话题 那我觉得就是因为家长在孩子没上大学的时候 在经济学的方面 金钱方面的知识是空白 孩子才会陷入校园带 稍微有一点经济常识的孩子 他上大学已经成年了 是不会陷入这样的危机当中的 哪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啊 对吧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合理规划孩子的金钱观 金钱观财富观 还有关于这个孩子财商方面的这个培养 其实是家庭教育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了 在这儿呢 我就又要给您带来一个具体的一个小问题了 有一位家长呢 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啊 就说他们家是一个小男孩 平时特别喜欢小汽车 然后呢 这个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呀 就纷纷地 不停地给买这个小汽车这个玩具 无论他怎么说 就是说哎呀 不能给孩子买那么多玩具 会让他造成这个注意力不集中的这个现象 但老人们就说没事 一个玩具 小孩喜欢就给买呗 也不贵 您说他们两方说的到底谁是对的 我觉得呢 双方都有需要改正的 是对的 可以 这位是对的 因为我们家长得不妇 而且我们家长得不得不妇 那是对的 所以我们家长得不妇 我觉得我们家长得不妇 就跟我们家长得不妇 不知道我们家长得不妇 但是我们家长得不妇 就是就是我们家长得不妇 看一些纪录片 比如说我曾经看过一个纪录片 宝马 宝马车 你知道吗 第一台宝马是单门的 就类似于那个速力的那辆车 那是第一台宝马车 就是让他知道这个车的这个历史 这个发展的演变的一个历史 对 那他就会从玩那种 就是小孩种玩的那种 那个电动的那样的小车 渐渐的他的兴趣和他的程度就延伸了 那可能他会想 我需要去画一辆车 那么他画画的功力是不是增加了 那我需要用吉木拼一个车 那他对空间的掌握 对 对空间的掌握就不一样了 那么这个事就被家长合理地 引到了一个比较高度上升了 给孩子兴趣变成爱好了 那么车的问题也解决了 就是要把孩子喜欢的东西 让他更钻严一点 把他往好的方向去引导 对呀 那说不定这个孩子 将来真的能够设计出一款很盖的车 成为好的汽车设计师也是不一定的是吧 对对对 兴趣都是从小培养的嘛 那这样就把这孩子引导了 从生涯规划角度来讲 真的就做到位了 其实我认为真的是这样的 最了解孩子的是我们父母 每个孩子适合做的不一样 那么我们要发掘他的适合做的东西 把他从小培养 那么他很快就会走到一个专业化的路上 带了一碗炸酱面 太感谢了 我好想 我们食堂的特色 这是一场由一碗炸酱面 引发的专家和小白的对话 不仅仅是说就是一种 但是有人说不对呀 我就吃大米粥舒服 还有这样呢 为什么呢 就是人吃无骨杂粮 都要进入胃 喝牛奶不如喝它 养胃最佳食物 竟然是这两样拔得头筹 不舒适 喝两个就不舒服了 吃啥不舒服 你别吃啥 胃它也自己有感知的 那个你好像是过了饿劲的 主任金剧重出江湖 养胃真的可以这么随意吗 你就别吃啥 最主要是怕饿 怕凉 怕生气 近在下期幸福学堂